25岁的Ashley通过缩胃手术 有原来的180公斤瘦到了现在的80公斤 瘦下来的她比之前健康多了 以前过胖时患上了高血压 不爱动,也几乎不能动 自从瘦下来后,她能运动,能慢跑 整个人不仅健康多了,而且更积极向上了 这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但是,皮肤就像吹得鼓鼓的气球突然瘪下去 皮软而又难看 清秀的脸庞却有一身不合十意的肥皮 Ashley苦恼至极 每天都要为紧藏那些皮,花费大量的时间 并且忍受心灵的摧残 尤其是面对男友时,Ashley感觉十分难为情 谁都希望在另一半眼里看起来更加完美 这样的自己让她十分没有自信 尽管男友并不在意 但Ashley经常为此崩溃 她直言,这不是一个25岁的姑娘该有的生活 无论如何,她要弄走那堆该死的肥皮 Ashley火速来到诊所 医生诊大后,可以很快做手术 最终,两次手术切除了6公斤的肥皮 三个月后,她终于恢复了正常人的身材 也终于像个正常的20多岁的姑娘了 她说自己一直都是胖胖的 减肥成功后,因为那身肥皮,她也没觉得自己漂亮 但她现在感觉好极了 最感动的是她的男友非常爱她,支持她 在她最丑,最难,最落魄的热子里一直陪在她身边 力所能及地帮助她 在一个浪漫的血液 男友单期跪地 一枚戒指 一句浪漫的表白 你愿意嫁给我吗 感动得Ashley泪流满面 几个月后 Ashley在朋友们的陪伴下一起去试婚纱 她觉得这简直不肯相信 半年前,她还在为隐藏自己那身肥皮 苦恼不已 现在,她竟然能穿上美丽的婚纱了 没错,穿上这身婚纱,加上脸上幸福的笑容 Ashley是这条街上最亮的妞 42岁的马克通过运动减掉118公斤 她减肥的动力源于突然心脏不舒服住院 那时候他们都特别担心 她担心不能陪孩子们长大 如果发生不幸 最小的女儿甚至都不记得她 所以出院后她决心减肥 在两年内通过运动成功瘦下118公斤 健康状况也有所好转 但是减肥留下的肥皮令她十分没有安全感 在妻子和女儿们面前也显得很不自在 这种不自在不仅影响她和妻子的关系 同时她也很害怕这种不好的情绪会影响孩子们 她急需手术解决这些肥皮 那医生同意为她做手术 不过怀疑她的心脏有问题 经检查马克有严重的心脏病 她必须先治疗心脏病 因为心情受到影响 当晚她就感觉十分不舒服 便紧急去了医院 夫妻俩都很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 那医生为她安排好一切后 很友好的安慰他们 索性手术很成功 她必须先休养一段时间 才能进行切皮手术 三个月后 他们再次来到那医生的诊所 经过一系列检查后 那医生带来了好消息 心脏恢复得很好 批准切皮手术 绷紧了很久的神经 终于放松一些了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五年的减肥路 终于快圆满结束了 但是手术过程也不是那么顺利 由于马克本身有血压问题 手术中发生了出血问题 好在那医生经验丰富 很好地处理了 马克又停过来了 一个月后 马克看起来好一些了 胸部还有些皮 需要再次校正 但是看起来已经好了很多 现在的马克自信了很多 之前的不自在 逐渐被笑声取代 他很期待下次手术 期待他的完美身材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关注白日游梦 咱们下期见吧